大家好,我是Jacky,劉卓威 有很多人經常問 究竟應該買一支多錢的結他 我就跟大家今天討論一下 當然,封劍遊人,你很有錢 我也見過有些學生 可能是初學的 買支五、六萬元的都有 有些人,大部份的香港人 可能覺得幾千元一支結他 五、六千元一支結他 已經開始貴,上萬元的就覺得 哇,很誇張 其實坦白說 你買一支鋼琴 就算現在二手都要過萬元 一個過萬元的結他 已經算是不錯,挺漂亮 所以結他是很划算 我呼籲大家買多些結他 正常我們就說 最少你家中有兩支結他 如果你是一個喜歡彈結他的人 一支是尼龍線,一支是鋼琴結他 當然有些是電結他 就可以有電結他 我説木結他 那價錢是怎樣分呢 通常我就分為初中高 如果你是一個初級的學生 那你應該買一支 我通常說 如果用回初級的標準 你買一支大概千多元的結他 可以試試玩一下 如果去到中級 即是學到兩三年 三四年 或者以古典的標準 去到四五級 那就應該大概買一支 那一支是你人工的三分之一 左右的結他 即是怎樣呢 譬如我買18000元 個月的 你人工的三分之一 大概六千元左右 那這支就是你 大概適合你的中級結他 那 如果譬如 再上高一點 高級的結他 究竟幾錢為之適合呢 其實就沒有一個絕對的 即是你 你覺得這個價錢適合 但可能有些人覺得這個價錢很貴 對吧 所以沒有一個絕對 不過給你一個 就是大概是你賺的月薪 那個價錢 就差不多是你要買的 一支好的結他 例如 譬如你可能賺兩萬元個月的 那你買一支兩萬元的結他 如果你是一個 玩得久的結他的人 即是起碼彈了五六年結他的人 那你擁有一支兩萬元的結他 其實是理所當然 絕對不是貴的 我跟 我那時候 我記得我跟別人搭東西 我帶一支大概五萬元左右的結他 那跟我搭東西的人問我 因為他是Line Cello 那他那支Cello 是在說 貴東西 什麼叫貴東西呢 千多萬左右 千一二萬左右 是啊 只是一支鍋都要過百萬 那他問我 他問我 Jacky 你那個結他幾錢 那 我真的完全不敢回答他 我只可以跟他說 chip東西 很便宜 我們結他不用太貴 那我 譬如我平時 有些Line Vowlin的朋友 他知道 Vowlin都是說 一百五十幾萬 二百幾萬一支 那所以其實 結他呢 你給到幾萬元買一支 大家覺得很貴的琴 其實幾萬元便可以 而且 質素已經相當不錯 如果你的薪金 可能賺三四萬元 你便買一支三四萬元的結他 就是屬於你一個長遠應該彈的結他 這是我覺得價錢的標準 如果你很有錢 身家二億計 那你就即管去買一支十幾二十萬的結他 其實都不多 可能世界上 都不是很多牌子的結他 可以買到十幾二十萬 還有要小心 鋼琴結他呢 很多時候有些牌子 他賣得貴 可能是那些十二身超 復刻版 那些其實他貴在 他的樣子 那些Inlay 就跟他的聲音 是完全沒有關係的 那我見過一些 什麼特別版 十二身超 什麼 二零零幾年的復刻版 賣二十幾萬一支的結他 我彈上手 我覺得他是一萬元都不值的 那所以這些 特別版的結他 大家又要很小心 就是那些紀念版的 那所以買一支 對的結他 適合的結他 那就可以令到你學結他 彈結他 彈得更加開心 學結他 學得更加積極 這就是我給大家的一個 小小的意見